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3月3日 今天是星期日 也來到農曆年 今年是甲晨年的晶月 即是一月 現在來到23 還有兩天 三月五日就是經質 如果真的要打小人 香港 不知道要打誰 很明顯應該要打的是李家超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藍絲 還有藍絲大旗手 現在開始正式投降 為甚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香港的經濟真的非常之差 一般市民 其實藍絲有很多基層市民 其實 根本 是不會在這個樓市 的辣椒 切辣 當中是得益 除了極小部分 是做地產經紀 又或者極小部分 還有子彈 打算 出來 趁經濟筆景的時候 大撈一筆的人之外 基本上所有人在香港 幾乎不分黃藍 全部受害的 所以連屈永遠 藍絲大旗手也忍不住 出來要唱衰香港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非常簡單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還有 大家記得 訂閱VPN 經常我們會有聽眾 可能會跟我們說 香港現在這一群人 還在打算炒樓 根本是活該死的 這件事其實我同意的 因為 如果 真真正正 是愛國的藍絲 其實現在 香港和中國大陸 經濟是災難當前來的 如果 真心是愛國的話 你沒有可能現在跟你說 香港很棒啊 是時候給我 大力投資 即是說 現在 趁著所謂切辣出來 說要大炒特炒 這群人 真是藍極有限 黃就更加不用說 如果 過了那麼多年 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你這個時候還在香港打算可以大炒特炒 你也黃極有限 更何況這幾年香港的經濟那麼差 你也挺難想像會忽然之間 有人收藏了幾年的財富 瘋狂出來投資 所以 其實我們也算是一點也不看好 是靠切辣 去搶救樓市的 你只能夠 說是一時之間 使得大量的業主鬆綁 所以 其實 大量的藍絲很多是基層市民 大家應該還記得 藍絲的構成是很複雜的 除了 一群離地的中產 又或者是商家 既得利益者之外 其實還有 大量是無知的基層市民 這個 大家只要看看 就是投票給工聯會 以及民建聯 那些公公婆婆你就知道 基本上 他們的票源就是來自一群 無知的基層市民 這群人肯定 又不是地產商 又不是商界 又不是商家 又不是地產代理 又不是炒家 所以你說 今時今日 香港這樣的政策 你說這群人 會在做甚麼呢 他們 是在吃 大茶飯 魚翅拌飯 還是在吃西北風呢 其實大家應該心裡有數 所以 我很少同意 屈永賢說的話 因為這個姓屈的女子 基本上就是屈得就屈 又是一個 身中 社會主義鐵拳的人 終於出來跟你說真話了 這個真話 就是叫做香港的經濟 真的撐得很緊要 差到極限 我還記得我們這個節目早前跟大家揭露 有個藍絲 是姓屍的 叫做施永青 由於 在中國大陸 生意足招 再加上佣金給恒大 就是拖著 再加上恒大就是清潑 這個 藍絲 就是藍絲都變黃絲 出來變成了一個不斷批評政府 叫政府撤難的人 我們再說一次 這些臨時出來反政府的人 根本不可靠的 因為施永青 只要得到 他想要的東西 他就不會再反對 因為他只是想 樓市設立 令到中原地產可以做多些生意 既然你設立了 生意多了 他就不出聲了 所以大家有時候 對於政治光譜 那些什麼黃 出來反政府 就永遠都黃 不是的 黃不黃是視乎你以後反不反政府 不是你以前有沒有曾經反政府 如果 你說支持政府 我們有哪一個人 在那麼多年 幾十年在香港 從來都沒有試過支持香港政府 正常來說 應該100%的人 基本上你一定曾經試過支持政府 30年前 40年前 50年前 如果你按照這個定義 曾經支持政府 我們今天就變成藍絲了 不是看到後鏡 你去 決定光譜 光譜可以向前面看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有些 聽眾和支持者經常跟我們研究 誰是黃 其實真是沒有意思的 請 擦亮你的眼睛 他以前是黃不黃 其實我們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黃絲是會變藍絲的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朋友 是爆料的 他們有很多 2019年會示威的人 是示威而已 應該也沒有扔磚 那些人已經全部 變了香港的業主 即是說他們把握著這幾年 香港的經濟的惡劣 變成了他們上車的好時機 所以你真的問了 你說到底有多少基層市民 是過了這幾年 是得益的 其實是完全數不到的 結果 連屈永賢 我也很少會同意他的 我也要同意 不能不同意 因為出來說真話嘛 你出來說真話 香港政府就說你唱衰香港 其實他只不過 說一件真真正正正正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 香港的經濟差到極點 他寫了文章 說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來了香港 考察就是七天 明言 要了解香港 的地方管治 還有經濟發展 情況 於是他這個星期馬不停提 四周圍 去見商家 所以 很矛盾 他哪裏是來研究經濟發展的 他是負責下來建商家 叫商家不准設資 乖乖地繼續留在 發展中國大陸的美好前景 不過 我也真的同意 夏寶龍 無論是帶著甚麼政治任務 還有命令下來香港 這次夏寶龍擺出來的形象 真的跟過往的京官 還有香港的西官 真的完全不相同 姿態 就是假裝了親密 雖然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有很多影帝 但是你也很難猜 夏寶龍會負責做這個角色 因為夏寶龍 以往是負責燒教堂燒十字架 這次竟然 變了八虎巡案 下來四周圍視察 結果當然是觸發 香港一大班藍絲的玻璃心 因為香港 高官的嘴唸實在太難看了 跟夏寶龍的形象 相差得實在太遠了 所以 變了很多人就再次投射 希望北京下來解救香港 所以 藍絲 這兩個星期 傳得最厲害的東西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北京不會讓香港死的 夏寶龍下來香港 香港就撤立了 香港有救 這個 挺有趣的推理 夏寶龍下來要香港撤立這一點 我同意 但是夏寶龍下來 要搶救香港 是不是香港就不用跌呢 我 就是相當保留了 因為 習近平夠不想中國大陸股市倒閉 夠不想樓市倒閉 就一樣倒閉給你看 不是領導人說不 就不 有本事的你就停市 有本事的你就不要被人賣樓 一定不能倒閉 好了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裡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不需要找到 page 部份 站滿 阿 在 estoy 在 吃 一下 你在 在 你的